一百零八年全國城棒甲組春季聯賽 持續在田姆棒球場熱戰 去年拿下季軍的美孚巨人 在副賽倒數第二天 以七比五擊敗臺南市之後 已經取得副賽二連勝 明天只要擊敗臺灣電力 就能搶下分組第一 晉級四強決賽 那對臺電來講的話 就是穩扎穩打 因為臺電是一個非常有實力 而且非常穩定的一個球隊 那我希望能夠在分數上能夠咬住 然後再看能不能我們大學隊 能不能有那種年輕人的氣勢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 試強的目標可以達成 而在巨人鎮中 有一位採用獨特下溝式投球的投手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他是張錫凱 現在就讀於文化大學二年級 曾在二零一六年亞青賽 披上中華隊戰袍的他 預計將會在今年投入中止選秀 希望成為新生代的台制潛水艇 就是看在現在職棒都是比較年輕化 然後又加上有魏全龍出來選秀 要出來組一支球隊 我就想說今年應該有機會出來選看看 就是有的人會說 可能左打這個投手 我這種頭髮的解決不了 或是說現在在台灣不好生存 但是以外面的人來講 外面的人都做得到了 我相信我自己是做 我相信我自己做得到 也相信台灣也可以有這樣子的投手出來 雖然張錫凱的鬥志高昂 不過總教練廖敏雄 還是不免要提醒一下子弟兵 表示中職的打者跟大學球員 完全是不同級別 希望他可以做好心理準備 也期待這台新生代潛水艇 可以成功挑戰職棒舞台 WITU新聞採訪報導